滚滚泥水几乎把家园淹成小河 台美台风外围环流 加上东北季风的双重威力 新北三只暴雨狂下巴连溪 持续暴涨 从山区冲刷下来 居民家中又淹水了 大雨冲刷下来的树枝 全都堆积在马路上 水更排不出去了 紧急出动大型机具来开挖 先解决排水问题 上一回山腿台风才重创三只 重建都还没有完成 又有许多路段泡水 同样情形在金山区也出现了 怎么时候才有办法复根 原本绿油油的一片农田 全被泥沙土石覆盖 怎么清都清不完 到明年都无法复根 更别说要恢复生态园区的经营 损失难以计算 让农主真的好无奈 整个都被那个泥土沙子都盖住的 上面土石流都流下来 这边大概有七分多地 七八分地 连我小叔后面 我们这一块地大约有 就是全部加起来有三甲地 穿着鱼鞋 缠起水沟里堆积的淤泥 上回山腿台风来袭 金包里吸水暴涨 积水两百公分 这次台美台风带来的暴雨 又让噩梦差点重演 尽管地方志工团体 号召百人 从山土而过境后 第一天至今 家园重建行动的脚步不停歇 但还有多达60处没有整理 只盼大雨别再来 造成新的灾情 民事新闻综合报导 MOD自选餐 自由订阅您最需要的 频道内容 自选50 自选20 想看最正确 最及时的新闻内容 民事新闻台 是您最重要的自由选择 要不变迟 未经许 hing员 未经许可,不得了 或许可,不得了